近日大家對於貨物、食物、日常必需品的供應都是擔心 所以就有些焦慮或者甚至去掃貨的行為出現 但無論我們今天生效的口岸管制縮減的措施 或者早前30號做的敏感度、沙頭角的暫時停止服務的措施 都是不影響貨運的都是以客運的服務為管控的基礎 是不影響貨運的 所以大家市民可以放心 我們不斷透過商經局都跟批發商、零售商有保持聯絡 食物、必需品、其他貨品的供應是沒有出現短缺 希望香港市民在這一方面要放心 Puerto Rico 總統上全身洗途 剩�空間帶 bac金 特別 gr Weekly 而且那間新冊之際的 此為零售業 迷人回家 奔心 新冊 輸增